疫情爆发之后 全世界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影响 几乎彻底颠覆了世界运行的规则 不过危机也是转机 除了超强的破坏力之外 疫情也激化了某些产业的急速成长 许多公司因此而一飞冲天 例如Salesforce这类云端平台公司 或是类似Zoom远距视讯通讯的企业 股价都在短时间内上演了好几次喷出行情 其中有关远程医疗 Telemedicine也是因疫情而加速推进的重要领域 本月我们就将重点关注全球远程医疗市场 Telemedicine这是疫情爆发以来 成长最快速的市场之一 虽然疫苗已推出并陆续施打 但世界各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停歇 甚至变本加厉 感染确诊及死亡人数节节升高 至2021年1月底止 全球确诊人数已超过9500万 死亡人数超过205万人 美国死亡人数更已超过40万 相当于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丧生人数 我们虽然已开始乐观地讨论后疫情时代 但看来仍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为了对抗严峻的疫情 欧美各国纷纷加速研发的脚步 除了疫苗之外 也加速推出许多创新科技 远程医疗 Telemedicine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发展领域 Telemedicine Telehealth Smart Medicine eHealth 不论名词如何称呼 大致上都是将ICT资讯科技应用 在各种医疗诊治行为的概念 虽然使用情境上略有不同 但我们统一以远程医疗称之 全球远程医疗市场的蓬勃发展 根据Reports & Data预估 2019年全球远程医疗市场价值 约399.7亿美元 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1,211.7亿美元 CAGR年复合成长率为14.9%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的市场预估更为乐观 2019年全球远程医疗产值约614亿美元 预估2027年将成长至接近5,600亿美元 CAGR年均复合成长率预期至少可达25.2% 虽然各种研究报告的数字率有出入 但总之结论都差不多 就是疫情激化了全球远程医疗业者 不断加速进入市场 市场成长力度非常强劲 除了GE、西门子等医疗仪器设备大厂之外 许多新创公司也积极进入市场 企图挑战市场领导地位 例如 2020年5月 因应疫情大流行期间 对远程医疗日益增长的需求 位于阿联酋的即时医生预约平台 Ogda快速进入了市场 新的远程医疗平台提供阿拉伯语和英语两种语言 可以与来自35个以上医疗服务供应商 与400多名医生进行线上咨询 也可以在线上直接结算费用 到目前为止已涵盖40多种专业的医疗诊断项目 2020年6月 Medizel集团宣布即将推出由 MeMD支持的下一代Medizel.com平台 并扩展到远程医疗领域 目前已有超过3万家公司 医疗机构和健康服务合作伙伴 为450万名会员提供远程医疗咨询服务 病毒MedTech平台Practo 为了帮助需要医疗救助 但由于封锁而被困在家中的患者 已与数百名经验丰富的医生合作 推出印度健康小时 India Health Hour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医生和专科医师 每天从下午5点至下午6点上线 免费提供需要的民众 可以透过线上进行各种医疗与健康咨询 著名的远程医疗公司Teladoc 以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竞争对手Intouch Health 预计将提升Teladoc的收入 并将其业务扩展到医院和卫生系统 HealthTech新创公司CureFit 通过Care.Fit提供非常多的远程医疗服务 与诊断咨询服务 也完整结合了药房中心与诊所的网络及相关资源 另一份报告显示 2019年 估计全球有一半人口缺乏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全球远程医疗市场从2019年到2020年增长了35% 超过550亿美元 预测显示 到2028年 市场可能达到近3000亿美元 在Deloid这份2021年全球医疗保健展望报告中 详细研究了推动医疗保健行业变革的六个问题 并提出了医疗领导者在来年应考虑的问题和行动 正如报告所述 2020年远程医疗市场规模超过1418亿美元 预计2021年至2027年将增长17.4%以上 结论是 远程医疗 Telemedicine的需求和市场预期将会持续增长 不论是短中长期 都是很好的投资标的 值得各位多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